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陆文波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地道英语当中的music专题 首先就是我们去听音乐 可能在家听 也可能去真正的音乐会concert 那现场的音乐会叫live concert 那么我们有时候去现场音乐会 看前面有一个人在前面唱 叫做lead singer 领唱最前面的那个主角 那么后面有一些和声的部分 有很多的人排成一排在那唱backing 所以后排的歌手歌者 我们称之为backing singers 我们听着的音乐会 我们自己可能随口就想跟着哼 叫做hum a sound 或者hum a long 跟着他们哼 然后有的时候会看音乐剧 musical 最名词是音乐剧 那么他们表演音乐的人musician 他是musician 古希腊有九大muse女生 词根是muse 好 那么歌者 singer 那么唱歌的人 他未必会食谱 会懂乐理 那么声乐家 我们称之为vocalist 他特别擅长控制自己的声带声音 vocal 所以vocal chord 叫声音的带 声带 vocal chord 那么音乐呢 我们有的时候在家听的那个唱片 叫album 可能是唱片 因为画册最初alb是白 我们买册一个画册呢 它里面并不是东西特别多 它是有一个就是没有五颜六色的照片之前 它是叫album 那下面一个词alb有关叫albino 我们叫做白画病 皮肤现在白 头发白 嗯 我们老式的卡带现在已经落伍了 叫cassette cassette cd呢 压缩光盘compact disk 那么压缩型就是我们的紧凑型的小车 叫compact card cd当中有一种母盘 叫master cd 然后我们听到可能一个里面有个流行的某一个单曲 叫single hit 特别热的 hit single hit single 就流行单曲很多 嗯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录一个音啊 有的时候看了一个轨道 声轨 叫做声音的轨道 soundtrick 嗯 我编辑的时候有的可能把它加长 可能可能把它缩短之类的 叫soundtrack 嗯 音乐呢 我们学一些地道的当地的一些音乐 比如说有个词叫做music music就是在商店 啊 还有那种工厂里面放的背景的淡 轻轻的音乐 啊 这叫做music 啊 music continuous recorded light music often played in shops, restaurants, factories 啊 这个跟莫扎特发音比较近 但是不一样 重音也不一样 music alright 嗯 有的时候我们看古典音乐 就在那个小的屋子里面啊 有一些室内音乐叫chamber music 嗯 blues 这个也不用说了 淡淡的忧伤 蓝调 重金属 heavy metal 死亡金属 death metal 灵魂音乐 soul music 好 那么这些音乐呢 有的呢 让人震耳欲聋 我们叫做deafening deaf 是形容词 聋的 让你聋 加eng呢 这边的形容词 让人聋的叫deafening rousing 那这里叫令人振奋的 rouse 升起 让人很激愤 比如说保卫黄河 保卫全家 保卫全中国 是吧 嗯 保卫什么都忘了 tuneless 是没有掉 tune是掉嘛 那discordant cord是这样的一个协和 concord discord就是不和谐的 不和拍的 叫discordant a discordant sound is unpleasant because it is made of made up of music notes that do not go together well 一些音符 并不能够很好的搭 tuneful 好听 然后有时候我们累了 想听一些舒缓的 叫soothing music 有些人爱听 励志的 motivational music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 跟大家呢 可以欢迎在底下点赞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您的点赞 将是我们持续不断做这一期地道英语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